同床蹦枕二十年的妻子竟是个男人 高仁妮惊呆了 可眼前西装革履的人 却实实在在 是那位令她痴迷的蝴蝶夫人 上世纪六十年代 法国人高仁妮在驻华大使馆工作 她来中国许久 却始终看不上中国文化 那被国人誉为国粹的京剧 在高仁妮耳中 却是比猫叫还难听的声音 这晚她陪同事观看演出 戏台上是一出名为蝴蝶夫人的歌剧 女人一袭白裙 完美诠释了东方女人的知性和优雅 高仁妮被深深吸引 不过几分钟 她就沦陷在蝴蝶夫人的裙版中 散场后 高仁妮出现在后台 等来了一身变装的宋丽玲 高仁妮对她赞不绝口 可宋丽玲却始终板着脸 这份巨人千里的高傲 让高仁妮尝到了苦头 可越是这样 她就越发念念不忘 于是这天高仁妮来到京剧院 她依旧讨厌京剧的腔调 可台上贵妃的一颦一笑 却能紧紧抓着她的心 她再次跑去后台 沙莲内的曼妙身姿让她心神异动 而突如其来的四目相对 更是令高仁妮的心狂跳不止 她陪宋丽玲回去 这次两人聊得很愉快 可到家门口时 宋丽玲却依旧将她拒之门外 这天之后 高仁妮寝世难安 日日夜夜都在思念 于是她再次去往宋丽玲家 在她倒茶的时候 紧紧抓住了她的手 高仁妮不顾一切地吻上去 宋丽玲微弱地反抗 很快就沉浸其中 可理智还是让她抽身离开 而高仁妮回味着唇间的温度 久久不愿回去 此后高仁妮忙于工作 再没去找宋丽玲 可宋丽玲却忘不掉 那个夺走自己初吻的男人 她写了许多信过去 竟都没有回音 另一边高仁妮看着手边的信件 强压下心中的思念 她要用老套的欲擒故作 拿下那位美丽高傲的东方女人 这样的日子维持了半年 高仁妮因为工作出色被升职 她兴冲冲地出门 时候到了 她要去见自己的蝴蝶夫人 要表达羁压已久的思念 这次宋丽玲让她进了房间 喝茶时指尖的轻微接触 就让两人心动不已 女人面色潮红 高仁妮抓住机会更进一步 宋丽玲没有拒绝 只是请求高仁妮不要解开她的衣裳 作为传统的东方女人 这是她面对高仁妮最后的要求 高仁妮答应下来 二人就此完成感情的升华 这一切都被门外的女佣看到 不久后 组织领导找上门 他们将宋丽玲视为变态 宋丽玲却面容淡然 接下来的日子 他们过得十分幸福 在宋丽玲的影响下 高仁妮逐渐了解中国文化 工作也越做越好 很快成了副领事 在宋丽玲面前 高仁妮没有丝毫防备 常常随口说出一些重要的情报 宋丽玲则一一记下 悉数报给组织 在这期间 高仁妮从未要求宋丽玲脱下衣服 他们就这样维持着奇妙的平衡 直到这天 最久的高仁妮跟一个外国女人独处 女人十分开放 刚坐下就脱得干干净净 露出丰满的身材 高仁妮脑袋一晕 转身跑向宋丽玲家 刚才的刺激 令她迫不及待的 想和自己的蝴蝶夫人坦诚相见 看着附上自己身体的双手 宋丽玲集中生智 竟说自己已经怀孕了 高仁妮听到后开心地像她孩子 紧紧抱着宋丽玲 说自己会娶她回家 为了保住身份 宋丽玲跟组织要了的新疆男孩 组织没有拒绝 只是分别钱 宋丽玲突然发问 为什么在北京的芭蕾 一女的角色是传统的男人 我不知道 宋丽玲要回家养胎 她在车站和高仁妮告别 两人再次相见时 宋丽玲怀中已经多了个男婴 而此时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浩劫 宋丽玲不再是风光的京剧名令 高仁妮在中国的日子也十分艰难 于是她想带着宋丽玲离开 可她终究没能成功 这次见面后 宋丽玲就被送去劳改 高仁妮则独自落寞回国 由于对中国局势的错误判断 她回国后十分凄惨 整日靠着干面包和威士忌过火 只是无论清醒或醉酒 她都思念着远在中国的宋丽玲 高仁妮已经放弃了生活 可这天深夜 高仁妮被一阵门铃声惊醒 她起身去看 门外站着的 竟是她日思夜想的蝴蝶夫人 高仁妮紧紧抱住这份突如其来的爱情 她不住地亲吻宋丽玲 可几天后 情报人员却忽然出现 高仁妮并不震惊 在中国和宋丽玲相处过程中 她已经意识到 对方可能是故意被安插在自己的人 可法庭上宋丽玲的坦白 却让高仁妮瞠目结舌 她说所有的接近都是安排好的 身份是假的 孩子是假的 甚至二十年的爱情 也只是掺杂着些许真心的赝品 法官已经查明了宋丽玲的间谍身份 可她真正感兴趣的 却是高仁妮和宋丽玲的感情 同居的二十年龄 宋丽玲从未脱下过自己的衣衫 她就这样骗了高仁妮二十年 押解车上 高仁妮依旧不敢相信 眼前的人仍会让她恍惚 宋丽玲没有回答 只是一件件褪去衣衫 第一次和高仁妮坦诚相见 感受着指尖熟悉的触感 高仁妮心如刀割 她此时已经完全不知道 该如何安放这二十年的胆情 这让她无法面对宋丽玲 于是她起身离开 但出了宋丽玲的视线 事情不断发酵 高仁妮成为整个法国的笑柄 她被送进监狱 整日接受其他囚犯的侮辱和嘲笑 而宋丽玲在中国政府的帮助下 被成功遣送回国 在她离开的那天 高仁妮在监狱开始演出 她一边上妆 一边说着自己与蝴蝶夫人的故事 周遭的笑声越来越小 最后只剩下高仁妮的声音 在囚犯们的掌声中 高仁妮用手中的刀片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用鲜血完成泄墓 而她心中的蝴蝶夫人 或许就存在于另一个世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